他从一开始他是一个有点理想主义的这样一个人 心气非常高 说过的 战予有难 你会跟我们一起扛 本人一枪热血 不经国家需要 我一眼 要是爬不到一眼头上 就是随便 不施眼前代表 对 开始行动 然后申请调到叶老虎连 结果吃了一个笔蒙羹 输了打把的事 第一次爱的 嗯 开规划 第一次 看 是那种 我一会上去 我没开学 我还有成长的地方 然后再到后面 哎 高了 什么处什么月 你经过战争回来之后 那我觉得什么是坐影带地 什么想拍打 我请高年 对他的人生的一个重大重大的一个转折 我们的演员特别喜欢这个人物 他们在表 妈咪 小姐 哦 啊 会会记住你这种感觉 没有在这种积累下来记得下来到这一颗宣泄车 动用预备队 强行灯 往这一躺 有人给山顶峰有人刺到这里 是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背负的责任 是 都是为了看 哦 过来 过来 连长 赵上违反纪律不 他很 十号课准备 冲上衣准备 王牌部队 然后 你得把脑子切开 龟爷 我还笑 你可帮我把他 还整香没事 难得的是他一直在坚持自己 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 高阳米 坐下 全心全业的 为中国人民服务 不仅仅是强健的体格 或者说是有谋略 就是这个军队 唯一的宗旨 我觉得我们演的这个 让我们一起效应 好发发发音 那种美好感 这真的是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我仿佛觉得 那个人不是我自己 让你笑 太重了 他们要完成 更多更多的是 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需要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我们要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强 咱们旧 你们俩带马 我们俩带马 前面 我们俩带马 每一步人都在一步 大家好